杨颖鹏 看看这一次压到里边 出界 进攻无果 球下场 等待 在这干嘛 蔡辰 在中锋过程较量 这个欧洲步非常慢 非常慢 王立俄 这个肉眼可见 体重的优势 看看 右侧突进来 对抗之后出手 陈凡男 起诉 这个防守的动作比较的敷衍 这个防守比较的敷衍 就可以了 这个单手四分位是投篮 结合了篮球和橄榄球两三运动 值得学习 不值得学习 不好意思 不值得学习 不是 mc 你别详细 你一说完 大家都没 我都 我们都不看那个 他们打了 就听你说了 你说的比他们精彩啊 没有 我觉得咱俩下去 我俩比一比口才吧 下回 我跟你比一比 口才方面才华 反正我也不输给他 我觉得 大家请把注意力放回篮球上 谢谢郭导 过分啊 你过分了啊 我爱轮梦 哎呦 这是我敬爱的猪哥吗 我们先赛前沟通一下 要碰上怎么办啊 向你请教 请教经验呗 之前也只是 是吧 有没有太多机会 坐下来 那这次让我好好地了解了解你们 好吧 我这有几个问题卡 深度了解呗 不光是我想了解啊 我这个问题可能也代表了 这千千万万的优酷的这个 女粉丝 你的只有女粉丝吗 男粉丝 我也不在乎她们了 我不在乎她们那看法 好 第一个问题 在这场竞争当中 你觉得你能取得第几名 我觉得这回来吧 肯定就是想就是 马马虎虎拿地吧 我觉得 因为 这是中意吗 这是这个节目 这就是灌篮吗 第一季的总冠军 总冠军教头就是我 不好意思 猪哥 你还是 这事你还得刷我的后背你知道吗 还得刷我的晚背 真的 第一季 这就是灌篮 总冠军奖杯就是我和风格捧起来的 然后我现在培养的队员 现在好像有七个还是六个 六七个吧 在CBA打球的已经 所以说我是大家可能网上现在都 我叫冠军教头 你知道吗 就是说培养 CBA球员培养的摇篮 我是 我带着你 在节目里我带着你 带我拿第二是吧 对 我带你拿第二 行吧 我现在有个底了 我能拿第二 你也认可我能拿第二是不是 勉强接受吧 我该我问你吧 他说你会不会克制一点脾气 如果发脾气了你会怎么办 可能做队员的时候脾气会多一点 做队员的时候脾气多一点 因为毕竟你在场里面打敲 有这些对抗 是吧 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 就是场上的打架事件 大家都觉得我脾气可能就是挺爆的 你那个不是脾气不好 你那个是武功好 对 但我觉得就是推移以后呢 就是对于这个教练或者管理的工作 能够考虑更多一点吧 我更希望就是说队员能够就是去理解我所说的东西 我只希望我能够表达得更加清楚 然后去让他就是更做得更好吧 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在网红和球员这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地切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在从常规赛开始 从备战常规赛到季后赛到最后总决赛 就这一系列其实对我们的思想和身体意志都非常消耗 特别是到总决赛最后阶段上 其实对我们的意志品质是很消耗的 就是我的那个时候感觉 哎呦 就是好难顶啊 就是说每天就是吃饭 呃 训练 然后比赛 回去睡觉 什么都不能干 然后就那种感觉 其实我一个赛季下来以后 我需要一些干点篮球以外的事去放松我自己 如果说心态我一眼 我没有来这个节目去过来一起 我也不会去碰篮球 其实我不是反对就是说参加这些呃 综艺节目或者是这些呃就是场外的活动 嗯 嗯 但我觉得也要就是说不能让自己 就是这样的 我我可能会担心这些多一点 就是如果太多的话 其实也会就是说造成体能或者是健康的这个恢复 所以我也想就是说 嗯 也对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其实呃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夏天的一个 对于自己身体的管理 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恢复的一个计划 所以没问题也不用担心 是吧大概这样 外界说我啊 质疑我啊 或者骂我什么的 其实我都能接受 我都是很赞同他们的想法 那我没打好的话 那我其实自己也想骂我自己 你这是很正常 对于你的身体的恢复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对于你的身体的恢复 对于你身体恢复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你觉得你们离CBA的第二个总冠军还有多远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每年都有机会拿总冠军 包括上一年像你说 其实我觉得常会赛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差距还是挺大的 从打上以后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明年来说我希望还要去向你们学习 冲击你们的冠军 比赛确实今年不像我们赛前大家也好 预测也好 广东队轻松地拿冠军了 辽宁队能够走到总决赛 能够站在总决赛的赛场上面 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而且我跟你说你的状态很好 我说给我们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明年真的不管是我们也好 然后你们聊天也好 咱们这几支球队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所以我也希望你这就是好好的 怎么样呢 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把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好是好 但是节目主这个问题 也给我被伤感了 本来娱乐节目想开心的来的 结果哭着回去了一会儿 你提起冠军那个事啊 对啊 没有 你应该这么想 你是第一季的总冠军教头啊 我是这个节目第一季总冠军 但是你一提联赛的话 我就有点伤心了 给我提哭了一会儿 你要训练了 行 我得训练去了 对啊 你要训练了 我不能再跟他浪费说 他都是我现在我的敌人 他训练了我还没练呢 然后他就当我